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乎 自由的成長造就了主觀的思想 就讓我們主觀的一起來閒聊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閒聊 在遊戲數量如此多的時代 好遊戲與壞遊戲的數量也都很多 讓現在的玩家很害怕買遊戲會踩到地雷 畢竟一款遊戲的價格也不便宜 遊戲又沒有推貨的制度 要是買到爛遊戲真的會很不爽 也因此如果遊戲有推出試玩版 就可以讓玩家先體驗看看 避免踩到地雷 通常遊戲推出試玩版推出的主要目的 就是吸引玩家來買遊戲 但是有些試玩版卻非常的勸退 這又是一種怎麼樣的操作呢 今天的影片就來聊一聊 那些勸退操作的試玩版 勸退的試玩版有幾種 第一種是又勸退又賣的好的 第二種是勸退就真的賣不好的 相較之下第一種還蠻神奇的 但在遊戲業當中啊 有一款遊戲一直以來都以勸退又賣的好文明 那就是卡普空推出的魔物獵人 在魔物獵人崛起還沒有推出之前 魔物獵人在Switch上有推出Double Cross跟GU的版本 我自己身為一個從還沒有試玩版就加入的玩家 當然會很推薦這款遊戲給別人 但身邊的人通常只要玩過試玩版就會放棄 我到後來甚至直接說 拜託不要試玩直接買沒問題的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魔物獵人的試玩版的難度一向都設定的比較高 新玩家在體驗試玩版的時候啊 基本上根本不太可能可以順利通過任務 會有一種我現在都不行 但我買來之後更不可能可以的感受 到了崛起的試玩版我覺得有比較好一點點 但依然有不少玩家在試玩版遇到挫折 其實魔物的試玩版在難度比較高的級別之下 就算你是過去就有玩過的老玩家 坦白說也不一定能夠順利完成任務 是真的非常非常勸退的試玩版本範例 但這款遊戲卻賣的非常好 就我自己來看 我會覺得魔物獵人這款遊戲本身 他的遊戲架構與系統其實就足夠吸引玩家 並且有非常良好的遊戲性 包含接任務狩獵的機制、四人共鬥的機制 在操作上其實並不會很困難 難的地方是在於你對魔物的理解 以及對於各種武器的熟悉程度 只要任意花時間 其實都可以有一定的遊戲體驗 當然想要變成高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魔物獵人的試玩版之所以勸退 剛剛有提到主要的原因是針對新手玩家 在難度的設計上比較困難 但是並不是遊戲的內容有問題 在我看來這個試玩版比起要吸引更多的新手 它更多的是讓有玩過的玩家 可以體驗一下這次的系統變化 以及操作手感 新手能夠從中獲得的 主要還是遊戲的模式架構而已 另外這個系列的作品 它最早推出的時候 是在沒有試玩版的年代 而真的大幅度的廣為人知 很大的原因 也是來自於PSP平台的方便攜帶性 讓當時多人共鬥的特性完全發揮出來 所以即使現在的試玩勸退 也依然有過去投入的玩家會支持 並且帶動整個遊戲圈發展 除非是與世隔絕的新手啦 不然多半會有老手願意帶著新手玩家入門 這就是共鬥遊戲的一大好處 雖然我自己還是私心的希望 他們未來的試玩版 可以有一個模式是完全針對純新手的 讓我們不用一直跟新手說 不要相信試玩的難度啊 然而好的範例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範例 就是因為數量不多嘛 通常如果試玩版就勸退 那遊戲的總銷量也不會到非常漂亮 這點從不少Steam上的獨立遊戲上 都可以看見結果 大公司的遊戲 畢竟都還是有自家的招牌加持 或是利用遊戲過去成名的IP支持 還有依靠大量的廣告 讓遊戲本身還是有一定的銷售水準 畢竟對玩家來說 大公司的爛也不會真的爛到哪裡去 雖然到了現在不太好說啦 不過近期有一款遊戲的試玩版 就真的值得拿出來聊一聊了 就是我在之前電玩亂報當中有提到的 真三國無雙8 Empires 真三國無雙8 Empires 在前陣子的時候 推出了各大平台的試玩版本 對我來說這次的試玩版本 或許是因為他們前一個版本 真三國無雙8 整體的玩家評價不算太高 所以希望透過這次的試玩 來拉回玩家的信心 其中PS5、PS4 Pro、Xbox Series X、Xbox Series S 等等的主機 在試玩版的表現上都沒有問題 不論是遊戲畫面又或是遊戲順暢 都符合遊戲公司過去的標準 但問題就是它不只有出在這些平台 而其中我最熟悉也最常用的 當然就是Switch 真三國無雙8 Empires 在Switch上的試玩版本表現 對我來說就真的是一場悲劇 即使Switch的玩家對於畫質沒有要求 但是看著這個人物的模糊程度 老實說我當下以為 我自己在玩能夠接螢幕的PSP啦 就算我們退一步來說 畫質的部分我們先不討論 在遊戲選擇妥協畫質之後 戰鬥中依然會有肉眼可見的 不順暢感出現 我不確定這是幀數不穩定造成的呢 還是遊戲在系統上本來就有問題 但在我看過Xbox的畫面之後 我在想Switch版的就是明顯的 幀數不穩定了 或許有些玩家會覺得 這是Switch本身機能的問題 但就我自己的立場來看 如果你認為這台主機 沒有辦法呈現你的作品 或許選擇不出 還比較不會傷害自己在玩家心中的地位 不過真的要認真要說的話 無雙系列的遊戲 並不是沒有在Switch上推出過 不論是粉絲類的海賊無雙 或是前陣子推出還算香的 戰國無雙5 又或是整體都做得不錯的 薩爾達無雙都在Switch上有不錯的表現 即使掉真 也不至於到讓玩家非常不舒服的程度 這樣說起來就真的會讓我覺得 真三國無雙8 Empire在優化上的表現 確實出了問題 犧牲的畫質卻沒有挽回流暢度 這樣的犧牲似乎有一點不值得 然而遊戲公司確實就這樣把試玩版本 推出到了玩家面前 這點我就真的非常困惑了 如果說是為了宣傳 那這個手法還真的有點尷尬喔 難道遊戲公司是真的沒有辦法做出更好的優化 這已經是他們的極限了 所以才讓玩家試玩先玩玩看 如果真的能接受再買 不能接受我也先讓你知道了 現在的遊戲公司都這麼良心的嗎 這個操作我自己是沒有很懂啦 當然也或許是遊戲公司也還在測試 之後會有更新檔可以調整也說不定 還是我太樂觀了 我這邊有個問題倒是很想要問問各位 你們在體驗過這次的體驗版之後 會想要買Switch版的 真三國無雙8 Empires嗎? 會買的原因是因為你可以接受體驗版 還是單純的真三國無雙系列的粉絲呢? 歡迎留言討論喔 不過如果你問我啦 在這次試玩版本之後 真三國無雙8 Empires的Switch版銷量會不會好 我其實還是會覺得會有一定的銷售基礎 甚至可能不會到很差 畢竟不是所有人都玩過體驗版 也不是所有人都不能接受 本身是大公司的大IP 能夠有一定的水準完全不會意外 這次的真三國無雙8 Empires 我自己還是會買下來 但我會買XBOX的版本 確保自己有良好的遊戲體驗 在我看來遊戲不算差 就只是在Switch上的表現 我不能夠接受而已 試玩版本的出現 對玩家來說是絕對的福音 尤其是面對一些遊戲類型不明確的玩法 透過試玩版本就可以更加了解這款遊戲 也才會知道到底適不適合自己 例如近期推出的《靈活腦學校》 又或是曾經推出的《你才我簡思尼帕》 這類的遊戲都跟我們熟悉的遊戲類型比較不同 在玩過試玩版如果喜歡 就會有買下來的慾望 尤其是中文語系這裡的玩家 在近幾年才迎來了大量的中文遊戲 有不少遊戲IP在過去我們有聽過 但實際上內容是什麼卻又不清楚 又或是平常不太玩遊戲的玩家 試玩版就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試玩版的行銷目的與手法有很多種 除了剛剛說的認識遊戲類型之外 有些劇情類為主的遊戲 也會讓玩家體驗看看試玩版 並且試玩的紀錄可以繼承 例如我之前直播玩過的《Worlds and Club》 他們就有推出試玩版 並且可以遊玩第一章節 通常這類的試玩版在劇情的段落處 並不會讓玩家有段落據點 而是會留下各種懸念給玩家 有各種不同的疑問 這樣的做法 除了可以讓玩家了解遊戲的系統之外 還可以表現出 遊戲在劇情張力的呈現上到底如何 要是能夠順利吸引玩家的好奇 讓玩家想要繼續把後面的劇情玩下去 那麼就會是相當成功的試玩宣傳 另外還有一些動作遊戲 也會有試玩版本的推出 例如《密特羅德 生存恐懼》 這類的遊戲用來抓住玩家內心的 就比較不是他扣人心弦的劇情 而是他在動作的操作手感 又或是系統的豐富程度 讓體驗過的玩家如果愛不釋手 最終也能夠成功的 把自己的遊戲給宣傳出去 而對於一些自認為手殘的玩家來說 也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來確認自己 到底有沒有辦法上手這款遊戲 但是反過來說 也不能說沒有試玩版的遊戲 就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有些作品在劇情上 需要的是連續的情緒連貫 遊戲公司希望能夠讓玩家 有完整的遊戲體驗 所以並不會先推出試玩版本 不過老實說 我們也因此碰到了不少地雷 倒是真的 站在遊戲公司的立場 試玩版本對他們來說 也是一個上市之前的測試 試試玩家體驗過後的反應狀況 如果好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不好在正式版推出之前 都有時間可以利用更新檔做出調整 這種狀況我想各位應該也有看過不少啦 不曉得各位對於遊戲試玩版 有怎麼樣的想法呢 你們是看到有試玩 就會去下載看看的人呢 還是你們都是直接等正式版 才會直接開始玩的人呢 歡迎留言分享喔 我自己其實多數都是屬於後者 我會想要留給自己 連貫完整的遊戲體驗 那這次的影片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祝各位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